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希特勒视角 今天和各位友友想分享一下 关于王思聪被封号 以及他给他老爹再次的惹麻烦 和中国二十大之前 整个的网络会非常的祥和这样一个新闻 那么大家都知道 因为王思聪呢 在日前在上海 他在上海生活的期间 遭到了封控 而且他自己也染疫 被送进了方舱医院 加之他对整个的上海 这样的一个管理清零的政策 非常的不满 于是呢 他呢 不断的在微博上来挑战 整个中国政府的这样的管理 虽然没有直接的指名道姓 但是他那种负面的情绪 那种批评的这样的一种口吻 已经令当局非常的不爽 特别是他在之前 对以领药业的这样的一个质疑 来举报 要求证监会 严查一定要业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 他是以个人之力 和整个的国家去对抗 所以遭到整个国家的整肃 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王健林的大公子 为什么这么说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王健林还有其他的私生子 虽然年龄比较小 当然讲这个话呢 我还是非常的负责任的 是因为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源 能够证明呢 他只是他的大公子 而不是唯一的公子 但是作为一个名正言顺的敌长子 作为王健林的爱子 他呢 给王健林的确惹了不少的麻烦 因为他的成长呢 一直是在境外 在新加坡 在英国 所以呢 他就养成了一种 随意的来表达自己观点的 这样的一种性格 这种性格的养成是从小养成的 很难去改正 就像一个 比如说出生在欧美国家的一个小孩子 他整个的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 和在中国内地长大的孩子 他会截然的不同 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 为什么会不让他们正常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因为在欧美的文化当中 他是鼓励着孩子们 一定要勇敢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那么所以他们对于这个 所谓的presentation 就是讲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下做演讲 对他们是从小的一个训练 所以大部分的欧美国家的孩子 包括中国刘学生 在欧美如果成长 从小成长 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都是没问题的 特别是公众的演讲能力 这是整个西方 整个的民主训练的一个结果 就是说你想脱颖而出 你想做这个议员 你想做这个所谓的国会的议员 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的发言人 被他们所推举 很重要的就是 你把你自己的政治观点 政治诉求 可以在公众面前表达出来 如果这个能力你不具备的话 那么你很难被选出来 尽管可能你的想法非常好 这可能是整个西方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不管他好与坏 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 所以呢 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就比较的随性 那么在我看来呢 其实王思聪本身来讲 很多人把他定义为国民公子 那么他本身投胎 大家说很会投 在整个70亿的人口当中 他自己很会选择投胎 投到了中国元首富的这样的一个家庭里边 但是呢 会投胎 不一定代表着他会做人 我指的做人是指在中国的这种环境下 因为的确我跟王思聪也有几面之源 那么他本身的这种行为逻辑模式 他和整个的中国的这种文化 还是非常的不匹配 或者说非常的不登对 那么网上呢 由于他前一段之前 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对 包括所谓的 现在每天检测的不是你的阴性阳性 而是检测你的奴性之类 这样的一些说法 已经挑战了中国的 中共的这种宣传的底线了 尽管他拥有四千多万的粉丝 但是还是遭到了无情的这样的封号的处理 不管是微博还是他的微信 他都没办法再去表达自己的观点 很多人为此呢 拍手叫好 认为看到仇富嘛 很多中国人都仇富嘛 认为他不能讲话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我认为凡是能够去认为 把他的账号封掉 不让他发言的人 为此拍手叫好的人 绝大都是五毛粉红 他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情绪 因为王思聪他所 表达的这些观点 不一定百分之百的都对 但是如果整个的这个社会 他只有一种声音 那将来有一天 你想表达任何的声音的时候 也不会有机会 那么对于王思聪被封号这件事呢 微博官方这样显示 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该用户目前处于禁言状态 具体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 微博没有透露 王思聪也没有回应 但以下这件事值得关注 4月14日 王思聪转发了名叫 睡前消息编辑部博主制作的视频 视频内容主要围绕世卫组织 是否推荐过莲花清闻娇男治疗新冠疫情 王思聪的评论引起极大热议 王思聪认为证监会应严查医领药业 王思聪作为影响力非常大的网红 他这番言论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也导致很多人质疑 清闻娇男是不是真的有抗疫的效果 从这件事情来看 王思聪此番言论过火了 事实上莲花清闻对抑制新冠病毒 是不是有效 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那么持这种观点 发表这种言论的 也是为中共洗地的这样的一种观点 他真正的被封号的原因 还不仅仅是因为 这个所谓对莲花清闻的这个质疑 1211的质疑 他真正被质疑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完完全全的讲的那句 所谓的自己要抗拒这个所谓的核酸检测 不再去接受核酸检测 他等于是带头的向整个现在目前中国的清零政策进行挑战 这是中共绝对不允许的 不管你是国民公子 还是什么国民老公 他没有任何的价值跟英语 就像我反复讲过的 其实在中共的铁拳面前 所有的不管你是什么官 你还能够比所谓的过去的张春桥 比江青的职位高吗 你还能比王洪文的职位高吗 你还能比华国锋的职位高吗 你还能比胡耀邦的职位高吗 赵紫阳的职位高吗 周永康的职位高吗 不可能吧 连党的总书记最后在真正的中共专制的铁拳面前 你都会马上变得什么都不是 把你送进秦城监狱 把你让你自己禁锢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 你何况你只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儿子 所谓首富之子 那又当如何呢 王建林不是被中共修理的老老实实的吗 王思聪之所以他和他的父亲有个很大的区别 因为王建林他对整个的中国的政治生态 他是非常清楚的 他是红二代出身 他非常的了解 非常的清楚 中共整个统治下 他的政治环境是什么样的 什么话能讲 什么话不能讲 为什么我讲他在2010年的时候 他就赶快的抓紧 把万达整个的挡件做起来 就是因为他已经透过刘烟东了解到了习近平 现在在抓基层的党组织 因为习近平已经看到了 中共要么往党 要么必须回到毛泽东的时代 继续的通过谎言来治理国家 所以他必须有基层的党组织 必须要抓在手里 所以王建林第一时间的选择了 在万达把党建工作抓起来 这之前是没有的 那么王思聪作为他的储君未来的接班人 他自己经常口无遮拦 不管是对张岚的挑衅 还是对社会上很多事情的 所谓的不公的发声 其实都给王建林带来很多的麻烦 而这一次他被彻底的禁言 实际上也辗转的给万达敲响了警钟 因为毕竟他是未来的接班人 如果一个拥有着十几万员工的一个企业 他的领头人是一个对整个现有的政权不满的 甚至于是对抗的 同时他还是有巨大的影响力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对中共来说他是不是能够容忍 咱们就不说他有四千万粉丝这件事情 咱就光说他自己的员工 如果今天就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当然我说的这个例子不一定合适 王建林他如果提出来说 我们反对中共 这个十万的员工他会不会跟着一起反 因为给他们钱的不是中共 而是王建林 所以他们这十万人起码就跟着要反 包括这十万人背后他的家属 一定也跟着一起反 所以逻辑是什么逻辑呢 逻辑就是说 中共对于所有的你自己有社会影响力的 不管你是网红 不管你是民营企业家 只要你跟他不能够保持这种政治上的一致性的 他一定高度的警惕 同时他也会对那些个不能够服贴的人 不能够服守称臣的人 他一定会给予最严格的最严厉的这种打击 给王子聪封号已经是非常软性的这样的处理了 正常情况下按照他的言论 如果是个普通人的话 很有可能直接最少最轻的是把你抓起来 然后行政拘留15天 那就当玩一样 因为王子聪的这种角色实在是太敏感 所以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用铁拳砸他 只是不让他讲话了 而王子聪现在他自己不仅仅不能在国内发声了 我相信他即使在推特上 包括在甚至于油管频道 他也不敢发声 因为如果一旦发声的话 他会给他的老爹带来灭顶之灾 大家知道万达商管 他现在一直谋求在香港重新的上市 那么现在目前商管 他想在香港重新上市 由于前一段时间 他的这个整个的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延迟了 所以呢 那么现在三月份他要紧急的辟谣说 万达在香港的上市呢 并没有任何的变化 也没有任何的所谓的延迟 其实这样的说法呢 是经不住推敲的 那么万达一直在经历过了 所谓的看到房地产的整个的滑坡的趋势之后呢 他一直要把自己的轻资产运营 作为他主要的这个战略方向 那么在四月中旬的时候呢 他已经接手了北京朝阳区的蓝色港湾的商业项目的运营 和海淀区五颗松 着展购物中心的这种运营 而且在三月二十八号日呢 王健林还和新院集团签署了这个战略合作协议 新院集团的董事长张勇呢 也参与了 那么现在目前万达呢 实际上他在在全国已经有了三百八十多个商场 那么独立的第三方的商业广场数量呢 有106个了 现在占他总的商业广场的数量的30%左右 不到3027点多 他还有162个储备项目 包括133个独立的第三方项目 那么现在呢 万达商馆还吸收了腾讯呢 蚂蚁金服 中信资本 碧桂圆 珠海国资委等方面的投资 然而这些投资人对万达商馆 他也是有业绩要求的 根据招股书 万达商馆承诺 从2021年到2023年 实际净利润将分别不低于 51.9亿元 74.3亿元 和94.6亿元 如果未达成 那么大连万达商业及珠海万营 也就是万达商馆的股东 将以零对价的转让有关数量的股份 或向投资者支付现金 补偿投资者 那什么意思呢 是就是说 像类似于他签了一个对赌协议一样 他现在承诺的这种净利润 对他来说是有挑战的 特别是疫情的影响 2020年万达商馆的净利润是11亿元 较2019年的12亿元还略有下降 2021年的上半年的净利润则只有6.6亿元 那么和承诺中的实际净利润还有很大的差距 那么他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正是全球股市都非常不稳定 特别是这种 中国现在目前整个包括香港在内 包括护制包括身指都出现了巨量的这种下滑 大量的外资外逃的情况下 这个时候的上市的确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之所以我说万达也面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王思聪他给万达又等于在雪上加霜 因为现在香港他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所谓的政权市场 他是受中共的指导影响领导的所谓的回归了 这次是彻底的回归了 那么如果万达相关想一切上市顺利 能够正常的融到资的话 那么实际上王思聪他现在必须保持沉默 避免激怒中共在整个的万达上市的道路上 继续的为他设置障碍 那么大家结合现在4月份开始的中国的网信办 开始要求开展所谓的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了 他们所谓的这次清朗网络暴力的专项治理行动 所谓主要聚焦的就是网络暴力 一发和多发的社会影响力大的18家的网站平台 包括了新浪微博 抖音 百度贴吧 知乎等 所谓的他们要通过建立完善的监测识别 实时保护 干预处置 溯源追责 宣传曝光等措施 进行全链条的管理 什么是全链条的管理呢 就是一是要建立健全识别的预警机制 进一步细化网络暴力细分分类标准 强化行为识别和舆情发现 及时预警网络暴力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二是要建立健全 网络暴力当事人实时的保护机制 调整私信功能的规则 及时过滤网报内容 强化一键防护等应急保护措施 建立快速取证和举报通道 加大弹窗提醒警示 力度加强重点群体的救助保护 三是严防网络暴力信息传播扩散 以社交直播短视频搜索引擎 新闻资讯和榜单话题群组推荐 谈娼等环节为重点 及时的清理处置 涉及网络暴力的言论弹幕等内容 四是加大对违法违规账号机构和网站平台 处置处罚力度 针对首发多发煽动和跟风发布等不同情形 分类处置网络暴力相关账号 连带处置违规账号背后的MCN机构 严肃问责处罚失职失责的网站平台 会同有关部门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武士强化警示曝光和正向引导 及时公布典型案例的处置情况 推动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友善评论 理性发声 其实大家知道最终的重点其实是第五条 就是要强化警示曝光和正向引导 及时公布典型案例的处置情况 推动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的友善评论 理性发声 大家明白这背后的含义了吗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要搞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四月份离着整个的二十大的召开 还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在这个这段时间里边 那么根据他们的日程安排 他们一定要对全网进行管控 一定要避免类似于彭帅那样的事情再发生 类似于所谓铁链女那样的事情再发生 因为这两件事情 特别是在中国举办冬奥会的期间 对中国的整个的所谓的大国形象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当然这种伤害也是活该的 是因为他们确实漏洞百出 但是他们现在要汲取这方面的教训 在网上对所谓的特别是所谓的什么 涉及到了历史虚无主义 对党的领导有任何的不满 或者任何的这种质疑的这些声音 现在要逐步的清理 形成举报制度 让所有的这种不和谐的声音都要彻底的在网络上要消失 在二十大之前 现在在二十大之前只能有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就是要颂赞的声音 要歌颂的声音 要和谐的声音 要正能量 这就是现在所谓中国的网信办 他们要做的事情 这也是习近平急需做到的事情 因为大的背景就是整个中国的防疫清零的这个政策 动态清零 社会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 受到了广大中国居民的极大的这个反感跟反弹 因为现在涉及到被封控的城市多达77个 有几亿人封控在自己的家里面 现在北京也在封控当中 上海还没有解封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人间的惨剧随时的在发生 各种的反对的声音开始充斥着网络 这些个所谓的反对的声音 虽然非常的微弱 但是这些声音足以让习近平二十大顺利的连任 造成一定的困扰 那么对于这些网络平台来说 包括信号微博呀 抖音这些知乎这些平台来说 他们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个所有的这些个声音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全是宋赞 全是人民日报 全是新华社 那没人上你的网站来看了 但是如果有任何的不同的声音的话 过去你还好 你去通过这个删帖封号去处理 现在是你不光删帖封号 如果你让它发出来了 形成了社会影响力 像四月之兄一样 那你连你的平台也要受到处罚 所以现在这些个平台们 他们的这些个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这些个创始人 他们的经营者管理者都非常的头痛 因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的平台是不是还能存在 都会遭到质疑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平台在裁员呢 就是因为你没的可做嘛 你除了确保和谐的声音 重赞的声音之外 你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 所以他们一个头两个大 所以我想非常可以肯定的讲 在习近平二十大连任之前 全中国的所有的 不管是纸媒还是网络 都会有一种声音 只会有一个送赞的声音 只会有一个和谐的声音 只会有一个拥护他连任的声音 其他所有的声音都将会被销声 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真实的状况 他也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所有的知识分子 现在已经不能说话了 所有的这些个 所谓的网络大V 也不敢再讲话了 所有的现在的那些个影视明星们 他们也只能够去舔局了 所以整个的中国社会的这种形态 未来就会变成一个 非常激情的 北朝鲜化的 整个的彻底的文革化的一种形态 所以 所有希望仗义直言的 对中共的体制不满意的 稍微脑子清醒 有点良知的人 你们要么选择肉身翻墙 离开这个国家 去正常的表达自己的声音 要么就保持沉默 因为我相信这些人 他有一个底线 就是不可以 也不能够助纣为虐 好了 今天和各位友友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请点赞 订阅 转发支持我们的节目 谢谢